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看到广赖融离子几个追身 这些球都是一些技战术 因为有些时候你说打边上 当然可能有很大的威胁 那么打追身的目的 一方面就是比较稳妥 再一方面让对方就是 虽然可以可能球可以回过来 但是那个质量比较难处理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时常交替使用的 一方面就是球的落点 就是打的边线一点 那么一方面追身的球 也是可以同时加以使用 参赏球 其实第一单打除了去取胜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适合于全队的士气 对 有的时候士气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输了 也不能在气势上输给对手 其实有的时候 输球被剑的 你气势上就会输 对 能够把全队的信心和士气打出来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所以很多情况下就是力跟弊 我想都是相对而言的 像第一场比赛赢了对整个队的士气 这种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感觉上会比较顺 但是就是说有些团队 就是虽然在第一场输的情况下 但他们还是有那种逆反的这种 就是要把它扳回来这种斗争 我想这是很多运动队 运动员都会具备的一些条件 双方打到了界限 日本的教练员是米苍加奈子 在前两届游波杯比赛的时候呢 欧洲的一些球队 由于像有了皮鸿燕啊 还有姚杰 他们在加盟的时候 还像上届的德国队 都是有原来中国的球员加盟之后 整体实力都有增强 能够在游波杯里面走得比较远 荷兰队当年还有张海利的时候 也拿过亚军 但是在这一届 像皮鸿燕他们这一批 都也是年龄渐渐的越来越大 使得欧洲球队竞争力有所下降 这一届的四强 再加上印尼队的复苏 这一届的四强 全都是来自亚洲的队伍 把板掉直线一个擦网 很冷 好 狂来荣麟子还落后两分 好球 好球 一个停顿 对 我觉得一般的爱好者 即使赵尔老金刚才说了 学这个女的 学到这两名选手这样 我看了看也觉得挺不容易 就这种跑动 一般的爱好者 对